流氓狗 你会打麻将吗 你猜哪个是小妖鸡啊 抱歉 小姐姐 狗大爷不喜欢这个名字 你可以叫我小飞鸡 五岁小宣宝竟然有一个大明星二舅 外婆好 咦 这个大哥哥好漂亮啊 大哥哥好 乖外孙 这个不是大哥哥 你要喊二舅 是妈妈的弟弟 白锦瑞手里抱着一只流氓狗 它可是娱乐圈的当红流量炸子鸡 都三十岁的老男人了 还被小丫头叫哥哥 我都替你扫得慌 没办法 我嫩 哈哈哈哈 白锦瑞扔下狗 突然蹲在了轩宝的身边 哟 姐 你捡回来的宝贝 竟然这么可爱 轩宝正想改口喊一声二酒 炸子鸡就掏出手机 大脑袋往他小脑袋上一挨 咔咔咔咔就是一通狂拍 而且嘴也没闲着 还是一只小神童啊 不错不错 有我们白家的颜值 拍几张照片挂出去 肯定分分钟被刷爆 哼 有了小外声语 就把狗大爷忘了 难道本王就不是小可爱了吗 被白锦瑞一顿乱拍 小轩宝顿时被吓得不轻 这个二酒杂杂呼呼 比几个哥哥还不靠谱 臭小子 你能不能有个当舅舅的样子 白锦瑞这才发现小家伙那嫌弃的眼神 于是干脆一把抱了起来 抱抱就熟悉了 咱家突然冒出个女宝宝 还是个小天才 我也感到意外呀 轩宝刚被一通狂拍 现在又被突然抱抱 彻底惊成小傻猫了 于是本能地向妈妈呼救 妈妈 我想下来 这个二就喜欢动手动脚的 好了乖宝 咱不怕哈 二就喜欢你呢 搞清楚状况后 戴锦瑞决定重新抱一个 来 姐 给我吧 这次我轻轻抱 你当这是小猫小狗小玩具呀 让他先缓缓吧 被你吓得不轻 轩宝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这个二就就会很奇怪的难受 他热情的实在有点可怕 这只小神童竟然不喜欢我抱 好伤心 作为一代流量爱豆 堂堂大影帝 他这是第一次被小一星拒之门外 想跟我合影 要我抱抱开我游的人满地都是 没想到被一个五岁小姑娘拒绝了 白领帝 初次见面 你像只大灰狼似的 给了小宝贝一个最差的印象分哦 白晶仪接着安慰宣宝 宝贝乖 二就不是坏人 是妈妈的弟弟 他很喜欢你的 小汉包看了一眼二就 又看了看沙发上的流氓狗 感觉狗子比二就更像好人 于是连忙抱起流氓狗 我抱狗狗去外面 让他一个狗进一镜 宣宝把狗子放在门口的台阶上 然后拿出自己的小麻将和他一起玩了起来 流氓狗 你会打麻将吗 你猜哪个是小妖鸡啊 抱歉 小姐姐 狗大爷不喜欢这个名字 你可以叫我小飞鸡或者汪帅 好的 流氓狗 哇塞 你居然会说话耶 我们村的狗狗只会叫 不会说话 那些土狗子也配合本汪笔 不是我笔试他们 狗大爷可是纯正的高贵品种 可我们村的狗狗会叫 不怕小偷的 那你会叫吗 叫一个我听听 汪汪汪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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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这样叫的吗 不是你这样叫的 你全身掉毛 像得流氓 打麻将也不会 叫也叫不好 外婆不要你了怎么办 你套哪门子心 主人可喜欢本汪了 不过和你畅谈了一下狗生 狗大爷心情很愉快 那个 小姐姐 咱们能交个朋友吗 好呀好呀 村里的狗子都是我的朋友 现在又多了一个狗朋友了 怎么感觉怪怪的 此时宣宝突然发现 身后有个大人居然站了很久 把他跟狗的这段奚录了下来 并且还弄到了网上 拥有千万粉丝的流量小声 十分钟内竟然发了两次动态 爱豆的外甥女都这么漂亮啊 那不是身甲的肾痛深乐玄吗 我的天啊 爱豆居然是肖肾痛的舅舅 矮了矮了 旁边那只撒狗真吵 快滚一遍去 回复完粉丝 白景瑞又打电话给了助理 把五岁多小女孩爱玩的彤彤买了 给我立马送沈家庄园来 白影帝想了事 抱一下都不行 这下咋礼物总该和我亲近了吧 在线等 如果快速有效的让你宝宝喜欢上 我不其然 话题迅速引爆 很快经纪人就打电话过来了 爷 我求你了 别再炸微博了 我每天处理各种状况 已经焦头烂额了 外甥女确实很可爱 咱能藏着掖着点吗 你不怕有人偷娃吗 下午有四个片场要改 别忘了时间啊 好烦